音樂 現代人長時間使用3C產品 老花眼有年輕化的趨勢 那看鏡會變得比較模糊刺力 然後在光線不足的地方會更顯得嚴重 那你要矯正這個老花眼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佩戴漸鏡多焦點鏡片 它可以讓你看遠看中看鏡都很清楚 因為你的老花眼越淺的話 你的度數變化越少 你會非常容易就適應 那等到你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老花眼的度數變深了 鏡片變化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的適應期會變得比較強 一般會覺得多焦點鏡片 這個不好用的一個錯覺 大部分是因為你這個鏡框挑選的不適合 或者是你的這個使用錯誤習慣所造成的 那這個只要透過一個專業人員的一個選配的一個流程 就可以讓你配到一副可以帶起來很滿意的多焦點鏡片 選配多焦點點鏡之前呢 我們首先會諮詢消費者的一個年齡 然後生活習慣 他的職業工作型態 了解消費者之後呢 再幫他引導到多焦點的體驗區 模擬出你在會議辦公室家裡 這個多焦點看遠看中看近的一個使用的感覺 可以幫助你更容易適應多焦點的景點 我今天會幫忙 鏡框選擇適合不但帶的舒適 還能夠發揮多焦點最大的效能 那我們在選擇鏡框的時候呢 有幾個要素要注意 包括這個圈形的一個大小 然後這個臉形的寬度 鏡腳的長度 還有這個鼻樑的高度 還有適合鼻型 可以選擇到適合你的鏡框 我們選定好鏡框之後呢 還要照客人的五官去做調整 調整的躍卷呢 包括框面的平整度 兩邊鏡腳要對稱 零點距離 筆電的位置 鏡架的前傾腳 鏡腳的長度 耳彎的弧度 瞳孔呢 要落在鏡片適當的位置 這些步驟跟躍卷 是決定你未來這副多焦點眼鏡 能不能長時間舒適的佩戴的關鍵 先麻煩你把眼鏡拿下來 那我要幫你做眼位的一個精確測量 配多焦點眼鏡不只是量度數 還要知道每位顧客 他的瞳孔在鏡片上適當的位置 那要推薦客製化的鏡片 這個時候呢就要仰賴我們現代的科技 極致焦距定位儀 他可以精確的取得顧客眼球 與鏡框鏡片他的個人化參數 那測量出眼睛遠中近 紅紅落在鏡片上的一個適當位置 此外呢還能模擬出近距離使用時 閱讀的一個姿勢還有習慣 那這個都會影響到鏡片的設計 我們有了這些的眼位和行為數據之後呢 我們就能夠訂製出 適合每一位顧客的多焦點鏡片 眼鏡製作品管完成 在取薦時呢我們會再做一次的試戴跟做微調 這就完成了整個的一個佩戴的流程 那建議佩戴一週後 一定要回到門市 讓我們再次確認你的使用的情形 讓多焦點的眼鏡使用上更順手 一副好的多焦點眼鏡 是人生下半場的一個重要配備 配眼鏡一定要找專業人士 按部就班的來 再也不怕待不慣